社科院 社科院今年五十周年 我們覺得學生是我們的重點 但原來發覺部分同學有困難 如果基金成立的話 可以賺到錢幫同學多些海外交流 和學習, 我覺得很有需要 當時浸會學院沒有這些東西 我們全部都是要自己付錢 我覺得在嘉日日讀書那幾年 接觸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文化 我們稱為複雜文化 對自己個人的成長 對我們體液的觀念 將來的路向也幫助很大 當然現在學校條件好 我覺得同學更加要盡量充實自己 多一點閱歷 對自己將來的路怎麼走也會有幫助 我在蘇蘇先生申請了一個 文化學院去日本 有一個短期交流去體驗查到 去製作和果子、燒玻璃等等 我們學茶道 都是教我們學會一期一會 讓我們知道我們要珍惜 我們可以在茶當中的船鍋 攪拌時的聲音 可以駛滴我們的心靈 讓我們暫時放慢下來 好像是現在很流行的Mindfulness 另外和果子希望蜜香味俱全 當我們在製作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是要很專注的 所以都可以形容在我自己 是社工的發展 譬如去和客人一起去炮刷 一起去製作甜品 其實都是很有意思 可以去接觸到他們 這些Richard Experience 擴闊了我靈性上的成長 不同的文化藝術 可以令到我們有更多的渠道 和服務使用者一起去交流溝通 我在二年級的時候 拿了社會科學院的服務掌學金 對我來說最大的啟發 就是接觸多些社會上 很需要我們幫助的人 更重要的是和他們接觸 令到我成長和有一個反思的機會 今年下學期的時候 就去和一個社會社會 叫做Rowing Books的機構合作 令到我真的覺得很有啟發性 一些飄書的活動 為一些藝術的人 為他們提供閱讀的機會 所以我就覺得 書本是可以 聯合一個人和其他人 我們跟小朋友說故事的時候 可以教到他們一些小小的道理 分享一下我們自己的經驗 書本是可以 令到我和其他人的距離 變得越來越近 這次社會服務 給我最大的得著是 我會反思到究竟 我個人閱讀的小習慣 可以怎樣為這個社會 帶來正面的影響 我們這個學生發展基金 跟一般中學金不同 針對有需要的學生 對海外 或者是離開校園的一個交流活動 去到外國去做一些服務 從中學到外面的文化 亦都可以把香港文化帶到外面 他就可以把整個計劃書 就跟我們申請 完成了這個計劃之後 回來和大家和同學分享一下 你學了一些東西 能夠在一個嚴重的嚴重 當中也可以令到更加同學 知道你做了些什麼 因為你的分享 是拿到新的一個求師出來 那些人要照顧之下 讓他們夠膽放膽去照顧 照顧一些我們本身的社會 不同的需要的人事 社會科學院為了慶祝50周年 特別計劃成立一個學生發展基金 來幫助一些有需要的同學 他們可以參加海外的活動 我們俗話叫做Outreach 豐富他們的人生願歷 同時亦都是印證他們在課本所學到的知識 我對這個計劃來說是非常支持的 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樣 捐款支持這個學生發展基金 社會科學院的學生發展基金 其實很需要校友和各界支持 因為這樣這個基金才能夠壯大 而每年可以衍生到更多可以動用的利息 可以幫助有需要的學生去到海外交流和學習 希望各位能夠踴躍去支持 來吧